小萌话去史,带您走进历史那点事 从秦始皇到清末溥仪,在漫长的2132年间 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了332个皇帝 大多数都是世袭继承的皇位,有正统的皇族血脉 有这么六位在没当皇帝之前,却都是草根底层 一步步混到皇帝位,让人羡慕嫉妒恨 他们有小混混,小痞子,卖草鞋的,当和尚的等 都很草根,故事却很励志 一起来学习一下吧,说不定有朝一日 我们也逆袭了呢,梦想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六,南北朝时代陈朝开国皇帝陈霸仙 陈霸仙是无星,今浙江长兴人 出身可用一穷二白形容,年幼时根本看不出有啥潜质 因为真的太穷了,为了吃饱饭,砍柴打鱼放羊 什么粗活都干过,没事时就向村里的长者学认字读史籍 还当上了李斯,相当于村长 后来梁武帝的侄子萧应经过他们村 陈霸仙用两斤土蜂蜜来招待 萧应和陈霸仙谈了几番话,夸赞道 此人方将远大,走的时候就把他带到了南京 给了一份在军队管油库的工作 从这里开始,陈霸仙走上了人生的逆袭之路 做到了西江都户,高耀太守,通过平定一次大规模叛乱 渐渐控制了梁朝的政权,最后废帝自立建立陈朝 五,南北朝时代宋朝开国皇帝刘豫 刘豫有一个不幸的童年,出生时由于长得难看 被父亲娶了一个小名叫齐奴 后母亲撒手人寰,母亲迁怒于他,想结束了他的性命 好在母亲的姐姐伸出援手,将他带走抚养 小名也改成了继奴,奴就是奴仆 意味生来命见,经得起磨难 不幸接踵而至,不久父亲也去世了 刘豫的家境顿时炫入贫困之中 为了糊口,他学习刘备卖起了草鞋 刘豫还曾因为赌博而倾家荡产 遭乡里倾鄙,当时大多数人不能赏识他 后来刘豫投军,并受到出身狼牙王室的王蜜雀的赏识 逐渐建功立业,凭一己之力 玩玩了东晋王朝,开创了刘宋王朝 数百年之后的新契级都神莽不已 想当年金戈铁马,契吞万里如虎 刘备小时候就成了孤儿 与母亲编草鞋,摆地摊为生 名义上是中山晋王之后 按辈分是汉县帝刘衡足书 但在那个执任拳头不认辈分的东汉末年 这种皇族血统一文不值 与普通人没什么区别 刘备喜欢结交江湖游侠 与乡里的少年关系都很好 后来黄金起义 刘备带了自己的一票同乡 就去参加了镇压骑军的队伍 后来又遇到了关羽和张飞 三人桃源结义踏上了艰难的征途 建立了蜀汉政权 后人把刘备共为草鞋业的祖师爷 由此可见刘备的身世真的很草根 三流氓皇帝 后梁开国君主朱温 朱温是五代时期后梁的开国皇帝 也是一位举时工人的流氓皇帝 家里穷得叮当响 朱温父亲死得早 为了养家糊口 母亲不得不带着兄弟三人 到萧县刘崇家做庸人 朱温长大后 成为乡里一名惹是生非的流氓 不适生业 以汹涌自负 理人多言之 在这方面 朱温流氓脾性比刘邦更甚 翻脸不认人 他一度追随皇朝领导 唐末农民起义 当起义受挫后 他又归顺唐朝 反过来咬义军一口 成为镇压义军急先锋 因此朱温被刺名为朱全忠 朱温生性残暴 对人苛刻 私生活不检点更是一大污点 他做后梁太祖后 宫中大肆淫乱 甚至让儿媳轮流侍寝 儿子们都恨得牙痒 最后被次子朱有龟刺杀 二 辟子皇帝 汉高祖刘邦 少年时代的刘邦 彻头彻尾的一个无赖 出身农民却从来不干农火 在村里游手好闲 吃喝嫖赌 不务正业 还与村里的一个寡妇 生了个儿子 35岁还是光棍 如果刘邦没有遇见吕公 刘邦原配夫人吕志的父亲 可能一辈子就是乡里二溜子 吕公不是沛县人 他搬到沛县来 是躲避仇家 因为沛县县令是他的朋友 很多人就上门拜访他 拉了关系 刘邦也跑来碰运气 顺便混点肉吃 当时负责接待客人是萧和 他宣布 送礼不到一千钱 都到堂下做 刘邦不管他 虽然一个钱都没带 也大胆咧咧的说 我送一万钱 吕公乐了 这不是土豪吗 喜滋滋的亲自出来迎接他 刘邦虽然家庭贫穷 可长得倒是气宇轩昂 吕公一看喜欢的不得了 不但请刘邦坐上座 还在宴会后留下将女儿送给这位身无分文的年轻人 刘邦后来混了个似水亭长的职务 之后 陈胜吴广起义 刘邦压着一群配线的囚徒去咸阳 结果囚徒们都开始逃走 刘邦看到事态难以控制 就请囚徒们喝酒 说自己也不干了 甘愿和他们一起落草 有几十个人愿意跟着刘邦 这群人就去了盲荡山当山带王 这时的刘邦已经47岁了 可谁能想到七年后却成就了地业 一 和尚皇帝 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白手起家的皇帝 他在家里排行第四 家族兄弟排行第八 所以他叫朱宠八 完全是平头百姓家族 父亲是种田的 爷爷是种田的 朱宠八呢 读书是不可能的 很小就给村里的地主放牛 维持生计 后来他的家乡发生严重蝗灾和瘟疫 他的父亲大哥去世 他用草席裹了父兄的尸体 随便找个地方埋了 母亲陈氏 后没多久也去世了 家里剩下亲人被迫分开各自逃命 朱宠八为了温饱 去当了和尚 谁知和尚也并不好当 不久后的饥荒 使得他不得不离开寺院 外出乞讨 这次外出 可以说对朱元璋的一生影响非常大 不仅锻炼了他的意志 身体 同时也使他初步接触了一些返原的思想 回乡后 经同乡好友的介绍 投奔到了起义军郭子兴的帐下 改名朱元璋 后来历经无数战斗 扫除一切障碍 终成第一 讲了以上六位 你们最喜欢哪一位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calculation 一眼 出Мы